原标题 安庆 天经失线 为何太平军无法破相军为点大元战术 1857年5月 一王石达开戴着十余万青睿搞单干 太平千国顿时陷入国中无人 朝中无将 之危险局面 与此同时 何春 张国良聚集驻扎在东南支清军八席 陆营 重新组建江南大营 盛宝 德兴阿 德帅八席马队在浦口 扬州再次组建江北大营 两支清军继续围攻天经 在此情况下 同修权只好重新组建五军主将制 提拔陈玉成 李秀成 李世贤 杨复清等年轻将领 试图挽救太平天国于危难之际 这些年轻将领不负重望 1858年摧毁江北大营 1860年摧毁江南大营 再次解除天经之为天国迎来短暂的军事中心局面 摧毁江南大营后 太平军便很少赢得像样的胜利 而且败几年连 在曾国藩乡军的维典大员战术面前 1861年9月 安庆失守 1864年7月 天津被吉字营攻破 这就有意思了 当时太平天国号称拥有百万雄师 为何就无法破除乡军的维典大员战术呢 要回答这问题 我们先来了解何谓维典大员 所谓的维典大员 即是围住一个城镇的敌人 以之为诱饵吸引其他地方的敌人增援 真正目的是打增援的敌人 并达到歼灭原敌 而后占领城池的战略目的 简单说 围住敌人一座战略要地 攻击敌人被救治战略目标 而后吸引敌人增援部队过来 顺便歼灭之 一旦援军被消灭 城池中之士兵必然绝望 要么投降 要么等着被消灭 其一 天津后世变后 太平军扩招严重 战斗力低下要想实现 维典大员之战略目的 其条件之一 就是几方兵力要强于敌人 否则 大军一到城下 对手立马杀出 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 反过来讲 若是太平军战斗力强于相军 那根本就不用畏惧为点打员 那么 太平军战斗力 可否比得过相军呢 若是论陆军 在天津事变前 杨秀卿实行精兵路线 双方势军力敌 谁也没明显优势 这点在西征时可以看出来 不过天津事变后 情况则大不一样啊 在同党数量下 太平军远不是相军对手 原因很简单 太平军精锐死于内斗 石打开还带走一部分 陈玉成 李秀成只能通过大规模阔军 来缓解军事危机 新阔招的兵 有天地毁 散兵游泳 地痞 无业游民 其纪律相当散漫 一旦遇到恶战 即刻溃散 所以 乡军围成部队虽然少于太平军 但城市里面的军队 却不能出城将其就地歼灭 其二 太平天国缺少水师力量 无法保证守军攻击俗话说 惹不起 可以躲得起 既然太平军战斗力不如相聚 出城直接迎战为城之敌并不现实 那么 太平军可否聚守城池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如此依赖自己会活活背 热死 要知道 想要聚守城池 那就必须得有充足的粮草 但要 兵人不及 保证自己时刻充满活力 在河流纵横的江南地区 若想维持一座大城市的物资补给 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水势力量 掌握长江控制权 否则一切免谈 很遗憾 自从填崖镇 办碧山大战之后 以民船为基础的太平军水营力量 几乎被消灭殆尽 长江控制权已经落入乡军之手 太平军想通过水路向安庆 天津提供充足的补给 那简直难于上青天 例如 陈玉成 李秀成都曾在城池被重重包围之情况下 利用小船偷运粮食进城 但军被乡军水势干掉 其三 杨秀卿死后 太平军缺乏统一指挥 各自为政 见死不就太平军战斗力不如乡军 也没长江控制权 为了解救被包围成石 也只能直接出兵救援 利用人数优势击败对手了 在兵员数量上 太平军自然是碾压乡军 这一点无可置疑 例如 雨花台大 战时 李秀成 李世贤兄弟 先后投入二十余万兵力 若是连同守军在内 估计三十万 曾国权 曾国宝路师 杨在福 彭玉林水师 合计四万 其中一万多是病号 很遗憾 即使是数量有优势 太平军还是无法破除 湘军的维典打员战术 因为指挥不得力 杨秀清死后 太平天国军师指挥系统混乱 缺乏统一指挥 将领之间各自为政 常常见死不救 就拿安庆会战来说 若是李秀成肯出兵相救 实行西征计划 强力功许武昌 那胡林义等必定调兵回援 安庆有望结尾 再比如 若是杨秀清在 其他各路将领必定火速增援李秀成兄弟 与花台之战 也许就是另外的结局了 其次 封地之作怪 放弃擅长的运动战 被清军托死众所周知 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 即使在大范围内迂回作战 时而分散 时而聚集 在运动中找机会歼灭敌人 1858年十一月 陈玉成就是靠这一招才击败了号称乡军第一汉将的李血斌 全间乡军精锐六千千人 胡林义偶血不止 反观乡军 擅长打呆仗 死仗 即使挖掘长豪 伸钩 剑炸了 耗死对手 既然如此 为何太平军不发挥自己的长处 继续搞运动战 将战火引向敌人控制区域 从而达到几为之目的呢 答案很简单 杨秀卿死后 将领各自为政现象太严重 天国只能实行或者是默认封地制 在封地制下 将领若想维持自己在朝中地位 就必须得有地盘 否则便没发言权 在此种情况下 将领不可能实行运动战 因为自己地盘可能会丢失 这无疑就中了清军之圈套 被对手活活拖垮 这一点 在安庆解围战中明显看出 陈玉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 不惜下血本 将精锐耗尽 后患无穷 其五 大清综合实力强于太平天国 凭借经济时 立可以拖跑对手俗话说 长期屯兵于监城之下实乃危险至极 不但几方军心涣散 还很有可能会被对手突袭 一战而灭之 那么 乡军难道就不怕出现这种情况吗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几乎不用怕 道理很简单 因为大清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太平天国 就算是拼一时间都可以耗死太平军 只要凉想 弹药 兵源及时补充 屯兵监城之下的乡军很少会滑变 更不会闹事 会一万不讲 就算闹事 那也不要紧 因为还可以搞轮换 一批一批的住房 这样就可以长期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换句话说 乡军之所以能搞维典打员战术 是建立在清朝国力 远强于太平天国之基础上 这是根本原因 若是没这国力 耗费巨大的维典打员战术 清朝必定吃不消 自己先垮掉 综上所述 在乡军维典打员战术面前 战斗力低下 缺少水师 又各自为政的太平军是很难逆袭 成功的 各位说呢 本文人纵横国史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长知识 图片来自网络 青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